实在是太可惜了 黑龙江一考生啊 本来他有递补上岸的资格 就是因为关键时刻手机打不通 这个资格被白白的浪费掉了 据界面新闻报道说 黑龙江某地此前在公务员招考的时候 本来都已经定好了录取的顺序 但是此前呢 有一个考生表示放弃 所以根据相关规定 当地要联系排名最靠前的下一位考生 他有资格递补 要进行资格审查 然而没想到 当工作人员把这个好消息打电话 要告诉他的时候 他的手机竟然停机了 我们真是不知道这个考生什么想的 考公务员是多重大的一个事了 今年我们有10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 很多人都担心这个工作不好找 很多人都说考编如果能成功 这跟上岸没区别 一下子鲤鱼越龙门 结果这个考生竟然在关键时刻 自己的手机是停机的 当地的工作人员很热心 据说当地的人社局长 还自己主动掏腰包 给这个考生电话交费 然而还是没联系到他 不知道是交了费之后 考生一直没接电话呢 还是他实在欠费太多 人家交了钱 电话仍然停机 但总而言之 这个考生就是没有接到这一通关键的电话 也可能人家有多个手机号码 填写的这个常年不用放到家里 放到学校 以至于疏忽了 停机了 他都不知道 甚至人家帮他把钱交上去了 他的坎也没有插到手机中 太遗憾了呀 你说如果这个考生和他的家人 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会不会后悔万分呢 每一年高考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明明讲得很清楚 带身份证 带准考证 考场在哪里最好提前去踩点 但是总有这样的新闻 总有这样的考生 丢三落四 甚至跑错考场 真是让人揪心呀 然而谁想到 都已经大学毕业了 都已经参加公务员考试了 还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因为一个手机号码的打不通啊 错失了这个地步的机会 当然也有人说 现在我们交通信息这么发达 如果非要找到一个人 一定是可以找到的 当地为什么不能再多等一会呢 比如说当地可以联系公安部门 让公安部门协助 甚至联系这个考生的学校 是 当地确实可以这样做 但是公务员招考 千头万绪 事情也非常多 我觉得当地的人设局长 能够主动的给他电话充值 已经是人之意尽了 当地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出于种种原因 这个考生就是没接到电话 酿成了这个遗憾 今后咱们真得长点心呀 不管是重大的考试 还是重大的招聘 起码你这各项准备工作 得做的完整啊 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呢